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自言自语过一些关于包子的事情 表情还很诡异 她还猜测小美偷了包子的圆珠笔 骗包子上车并杀死了她 男主找到大傻了解情况 大傻说她并没有和小美交往 只是误会而已 却谎称自己和包子交往过 之后男主找到同事丝毫询问 丝毫告诉她 公司聚会那天晚上小美抱着包急匆匆地往车站跑去 之后也没有出现在公司 男主便在网上发出自己知道凶手是公司职员S小姐的言论 并把之前对同事们的采访视频做成了新闻 收到领导的赞赏 全世界的人都认为小美是凶手 开始寻找她的下落 这时小美的大学好友看到这些报道 便写了一封抗议信给电视台 说出小美其实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和大傻也真的交往过还上了床 帮她澄清了一些真相 后来电视台又采访了一些和小美有关系的人 他们说小美是会诅咒的人 男主便去了小美小时候玩伴希子家里 了解了关于诅咒的传说 又去了小美的家里 她的父母恳请男主原谅她 男主将这些视频做了处理 更加证明小美就是凶手 住在旅馆里的小美看到了这些 伤心的回忆写下了事情的真相 话说作为一个现代人 这么多途径为啥独宠写信 希子小时候总被人欺负 小美为了帮她 才说出了从漫画上看到的 烧剪纸可以让欺负的人心灵变好 结果不小心烧了树林 才流出了诅咒的传言 而被采访的那些人说的也都是假的 小美被大傻骗得失了身 却在第二天和她说自己的女朋友是包子 而包子是因为嫉妒小美的名字 寓意是城外美丽的公主 才在公司里处处设计陷害她 不仅诬陷她偷了自己的笔 还害她被大傻甩了 包子知道小美喜欢骑泽兄弟乐队 就故意表示自己去不了 票送给小美 小美细心打扮票都买好了 包子又说自己有时间了 打算去演唱会 而大美平时也受包子的欺 便想帮小美偷到票 让包子吃了感冒药 在车上睡着了 最终小美去了演唱会的现场 却不小心推到人使其受伤 这才逃跑 而自己却被全世界冤枉成了杀人凶手 小美将信机给了电视台准备在旅馆自杀的时候 电视台报道抓到了闲人 原来一切都是李大美做的 因为包子知道了李大美在公司偷窃的事情 便谋划杀了她 并利用留言嫁祸给了不善言辞的小美 真相终于大白了 一切都是谣言惹的货 电影虽然开始的时候内容有些滑稽 让人不知道她想讲什么 却在后来的情节中揭露了人性的丑恶 正如希子说的 每个人说的话都只是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而已 无所谓真假 而每个人不经意的谣言 却成了伤害别人最锋利的武器 我是小颖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热影时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